新疆各地立足自然资源优势 以花为梅 大力发展花经济 建成气候的花经济已成为新农富农新产业 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5月以来 新疆伊犁河谷的山花进入盛花期 在伊宁县天山花海景区 缤纷的色彩和富裕的芬芳装点了广袤的原野 吸引众多游客去来赏花 这么蓝的天 这么白的云 再加上这么一片鲜艳的勺药花 新疆的美真的超乎了我的想象 新疆不需刺新 几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当地通过改良土壤 安装节水设施等措施 因地制宜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如今 这里已经培育了十多种花卉 两万亩特色邻果 昔日荒山变身为缤纷花海 中草药种植 特色旅游等建成规模 为周边村民提供了两千多个固定岗位 我要在天上画海工作 现在我发现这儿来游客越来越多了 我打算将来在这里开一个农家乐 新疆是全国的薰衣草红花主产区之一 还有质量上乘的沙漠玫瑰和万寿菊 独特的地理气候土壤条件 使得新疆发展花草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近年来 当地通过培育龙头企业 进行深度开发利用 推动花草产业规模化 产业化发展 在和田地区 玫瑰花种植面积超过5.6万亩 年产值超过3.5亿元 以形成从种植 采收 研发 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 据统计 2022年 新疆花卉种植面积已达40.11万亩 食用 药用 工业用花卉 以及观赏苗木等多品种 齐头并进 规模发展 正成为新疆乡村振兴新新引擎